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这么热的天怎么不开空调呢 样子这都入秋了 你一定要开空调了吧 老板这可是广东啊 外面30多路呢 正所谓心境自然凉 现在正好公司资金流紧张 大家都省着点花吧 样子今后你就负责把控 整个部门的支出能省则省 对了这灯也别开了 嗯那大来天开什么灯啊 大客户马上就要到了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能不能逆风翻盘就看这一回了 知道了老板 李总请喝茶 这茶叶怎么是来的 娘子你怎么回事 老板为了节省开支 分析的饮水精一路不开 今天只能用冷水泡 是这样的李总 这是冷泡茶 现在很流行的 原来是这样 是你们年轻的花样多 手机没电了 你们谁有充电线啊 这边 等等老板 咱们的插座除了电脑 一律不公开 那怎么办呢 没事我有充电宝 我来保护 李总 那咱们接着说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忽啥忽啥的啊 老板你忘了吗 上周咱们归室的灯坏了 为了节能我就换个生控的 生控的 没事你们继续说 我给你门口掌 要么咱们看投屏模型演示吧 关着灯也能看 这视频怎么半天不出来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网这么卡 老板为了节约网费 我跟楼上说好了 咱们大家一起共用网费 现在网费省了一大半呢 怎么样我厉害吧 杨基你真是必须 谢谢你 村总 我个人呢 是很看重合作公司的现金领 现在看来是真的没有合作的必要 哎李总 这是个误会 您听我狡辩 哥你别闹了 哥 哥你就别吓唬我们老板了 我们公司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 赶紧投资吧 我还想好好上班呢 哎杨子 哥哥都不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既然你这么喜欢在这里上班 那我给你们公司投资三千万应急 小陈啊 再苦不能苦孩子 你们这样子的环境 我怎么放心把它交给你呢 下次有困难直接跟我说 咱们不上去 好好好 哥我们公司太小了 我想要一个员工休息室 一个游戏机娱乐厅 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再来一个高尔夫球场吧 干脆你把这栋楼都买下来吧 哎呀 妈妈给我 哥明天就把这整栋科技员买下来 你想干就怎么干 都亲你的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什么 实习生不来了 是啊主管 怎么办啊 既然再找不到人 我们的奖金就泡汤了 上哪找人去 您好 请问王小姐在吗 就她了 我就是 您好王小姐 您的饿了吗外卖 你 填的这份入制信用表 今天就来上班 啊 不行 我还要送外卖呢 你下班了也能兼职送外卖呀 你要是答应 我就给你五千好评 好 那一言为定 主管 他就是你送外卖 肯定不服咱们的运营要求 以后 谁跟小的女人 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组新来的时期生养子 你坐这吧 您好主长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哪凉快哪呆着去 别给我添乱 主管也真是 给我找个什么也不 你上班议论领导罚款200 垃圾桶里面有垃圾 罚款200 还有 你上班看微信 罚款200 不是 你脑子有泡啊 哪来这么多离谱的味料 垃圾桶里不装垃圾难道装你 上班不看微信怎么会不客服服服服服服啊 听力呢 闭嘴 我是主管 我说了算 不服 你是不是直啊 啊 完了 主播生定住院了 这等会马上就要直播了 这可怎么办呢 要阳子上啊 他会喜欢出风头吗 就他 他能行吗 准备 一个塞子怎么可能会直播 要是搞砸了 你就等着被吵 三二一 直播开始 家人们欢迎来到寿楼天天乐 今天带大家看的庄园是位于 三二一 五十套 八十套 五百六十套 成功受空了 怎么会这样 杨子你也太牛了 你以前是送外卖的 没想到直播你怎么溜 送外卖也很正经啊 现在加入和领超多新人体 还有各种新人体决心红包呢 充单奖 首单红包 推奖奖列 累积民主可达后几天了 这么赚钱 那门槛一定很高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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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门槛 现在加入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和电动车 对学历性别经验都没有要求 只要点击左下角 牛啊 那我现在也得赶紧下一个 趁着年底 多重点回家过个好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以前都是靠家里 现在我想靠自己的双手多收入 杨子 你半个小时 就完成了我们一百五十套的小周哥 大神 请收我一半 一百五十套的小周哥 这直播数据铁链是刷出来的 我明天就告诉老板 什么 公司要裁员 是啊杨子 你也早一点接受现实吧 别啊老板 您再好好考虑吧 天作我眼 杨子果然要被打 老板 我同意你的想法 老板移民 既然你也没有意义 那你就签吧 这种人 吵了 难道你还是不严呢 啊 我 这个是你爱做风筝的代价啊 行 好呢 行 黄主管 以后就由杨子来接替你的位置 你去财务领工资吧 什么 财员那财的不是杨子 是我 你平时的作风我早有耳朵 看看公司这个意见箱 里面全是同事对你的投诉性 刚刚杨子还在替你求情 但是 哎呀 老板 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我做150亿的业绩 不需要 作为强盛集团的继承人 我对房地产再熟悉不过了 什么 你家就是那个房地产的 还全是超不二的上市公司啊 完了 我要在这个市婚不下去了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周末咱们去团建 每个人都不能缺席啊 啊 又是吃那种便宜的寄住餐啊 老板 我从家里带几只博士 论报人下来吧 你放心 绝对不要你掏钱 别带了 直接去我家八星期餐厅 让你们吃套爽 佛跳墙 马海全席 安排上 老板 我去不了 我爸邀请了腾信的小女 一起谈业务 你们去吧 我给你转个十万 就当团建经费了 团建不办了 你们自己过 老师我一定要招一个群 楼村户口业来面试 我们公司可都是富二败 像你这种穷人 跟我们公司要说不符 怎么不符合了 现在我们公司就着这种 农村孩子能吃苦 谢谢老板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这就对吗 这才是打工人应该有的样子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跟我说 我给你点饭 不用了老板 我从来没吃过泡面 这孩子真可怜 连泡面都没吃过 嗯 上 你不孤单 我陪你一起吃 干杯 你不孤单 低级的味道太露了 嗯 娘子你别管他们怎么想 咱们人穷志不穷 明天领总的项目你来谈 谈成了咱们就再也不是穷了 嗯 什么 嗯 娘子 你这干嘛去 老板 我从来没做过电动车 我想研究一下 不用研究了 你想做电动车还不简单 这个电动车 是我去年拼多多双11大铺上抢到的 送给你得了 反正平时我也不开 你试试 老板 这车骑起来不错呀 对呀 爱马这个牌子还是很好的 大品牌 安全有保障 隔夜充电也不怕 耐用又方便 不用转发分享 也不用拉人 直接填个收货地址 就有机会得到这个全新的电动车 这么好啊 老板我能想吗 当然能 好东西就是要雨露均沾 正好今年双12也要开始了 为了大家方便 我把这些电动车都打包 放在我们评论区自己链接了 想要的赶紧点链接抢 链接在就还有库存 看到链接就抓紧点点 不然就要等到明年了 那我也去试试 娘子 你骑电动车这是要去干嘛 我去谈李总那个业务啊 他让我去他家 我听说李总都五十多岁了 让你一小姑娘去他家 不是五十 他五十二岁 不过在我眼里 他依然那么帅气 娘子 我听说他不光发福还秃头 你可别往火坑里边跳啊 不就是个业务吗 咱没必要牺牲自己啊 不是啊老板 我爸的头发还挺茂密的呀 李总是你爸 对啊老板 我没跟你说过吗 你家不是农村的吗 啊我是啊 深圳水农村的呀 那个人人都黏入百万的土豪村 那你吃个荒面哭啥呀 我哭是因为 我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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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K